据菲律宾报道 我国现已派军舰前往五方交导 将此地作为我国的一个停靠补给的 宣告了该岛交的主权 美国历来喜爱再劝好给我国使半子 镇压我国 台湾问题由美国的干预 钓鱼岛问题美国也参与其中 现在又来南海搞事情 屡次打着航行自由 那幌子派军舰前往南海有争议的范畴 这不又开始针对我国的五方交导了 五方交导是我国的固有边境 我国政府对此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虽然是这样美国仍然煽动菲律宾 趁我军不备 将五方交导上离由我国国标的石碑拆除了 好像这样就能够证明这片岛礁是无人控制的 随后不断地拆遣传播 引然当成了自己家的后花园 没事逛逛 我国军舰驻扎五方岛礁 宣告五方岛礁是我国的固有边境 现在我国建议派人来镇守这块岛屿 任何人不得来犯 我国现在也开始着手南海问题了 在两年前 我国就对南海进行了大规模的岛屿填充缔造 归于我国的边境 就应该加以控制 哪能让其他国家更逛自己的后花园一样 美国的主建其实很简单 这片岛礁归于谁都好 就是不能归于中国 将我国和东南亚的关系搅和得越乱越好 五方岛礁的地理位置很是优胜 这才引起菲律宾的觊觎 加之美国在背后作为推手 煽动菲律宾直接将这片岛礁据为己有 甚至迁移了部分渔民至该岛生活 我国在驻守这片岛屿后 并没有和菲律宾发生剧烈的抵触 只是以这种方法宣告这片岛礁的主权 并通知菲律宾不要给他人当枪使 我国对外的心境一直以来都是友善的 历来不随意并吞他国的边境 不干预其他国家的主权 可是总有国家想要占我国的领土 这恰好与某些大国的推动不无关系 不过我国对维护自己国家 边境主权的决心是无法撼动的 咱们绝不会去招惹别国 可是也别来随意招惹中国 我国的军事实力也不是闹着玩的 是什么最后一触 BEC 就得到自己的军事实力也不是很笔的 所以想要占我了 他们还不懂得带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